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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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是個生產演演演的重鎮 過去呢 好幾千甲都在生產演演演 但是我繞了一圈 沒看到半顆演演演 那那些土地 怎麼使用呢 林九 我們其實很早在1990年代 其實我們就有意思心思到 2020年才會有 那個菸酒賣法的杯子 所以大概菸業就沒 菸酒工程就不再收了 所以我們其實在2000年開始 就有意識性的去談 就是美農 如果菸業不能種之後 那到底地方這塊產業空缺 到底該怎麼辦 空下來填啊 對 菸業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們從二六年 為什麼要開始推白魚蘿蔔 是這樣子來的 我們就意識到說 如果美濃的菸葉 已經不能中 面積越來縮減的時候 地方上這一塊產業經濟的空間 到底在裸變異 產業那時候就開始推白魚蘿蔔 北部的比較少看的人在拍這個 這種單醫生很怕算 北部他也是在拍 哦 有人拍嗎 北部也是在拍拍 他的這個人那個什麼 沒干渣就行了 用這個做的 但是材料不一樣 不 還有一種用芥菜 才用芥菜 對 這有什麼可以 那我的印象是 過去這個都丟掉 對啊 你們 你男人不會吃啊 對啊 就浪費掉了 只有我們開家人會用來吃啊 這我第一次看到說 那個用蘿蔔葉子來做那個 泡菜的 你算是典型的 青年返鄉是不是 不是 不是這類的 我的工作的關係 我在客家電視台嘛 是駐地記者 當初在跑新聞的時候 那因為有拍紀錄片的關係 後來就找了一個地方 就是裡面的那個火房 我的房東 認識他的時候是 將近八十歲 今年已經九十歲了 將近十年期間 他因為年紀很大 也是行動不變 所以這個 他自己的田 就是委託給我管理 就是因為這個 這個起源 然後這開始 所以慢慢的就是 那個 那個 巴羅波 美濃他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八十年的菸業結束之後 他要怎麼繼續走下去 今年年初的時候 大概二月份的時候 因為今年算是 中菸的最後一年 我們就發動一個專題 叫做就是 再見菸神 希望為那個八十年美濃中菸的歷史 為他做一下紀錄 後來畫下一個 一個據點 這幾年 跟我們第八張 一直在鼓勵 然後輔導我們 就是在推動 建立在台灣的一個 國土綠網上面 這一個綠色有機的認證 就是那個林務局 這幾年一直都非常的 積極的協助 綠寶標章呢 其實他簡單的來講就是 讓這些農作物呢 跟這些自然環境呢 大家能夠和諧共生 來鼓勵我們的農友 我們來收購這一些蘿蔔葉 這幾年我們就 就是對於美濃三菱的那個地景 就是說在林班地上面 就一直在討論一些事情 現在有太多的赤足 那因為赤足太強勢 所以造成整個林班地的 林鄉單一化 對 那就造成生態上就是比較 單一的 單一不好嘛 就是說這些赤足 有沒有辦法去做一些 適度的砍伐 就是蘿林 對 讓那個就是 山林的那個生態相 可以恢復比較多元豐富一點 可是問題是就是說 你若認為去砍伐了赤足的時候 你砍的要做什麼用 而且如果說 沒有用途 沒有找到一個 市場的機制的話 你沒有辦法構成 學完經濟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方式 沒有辦法持續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把柱子砍了以後 來做一些 推幅到農業使用上面 然後後來就是在 林務局的那個協助之下 那就建議我們就 試試試看 就把柱子拿來做那個 木炭來改良土質 木炭去體驗那個竹廚域 把它來做併存來放置 所以後來我們想說 那如果這樣子 假設山林那個竹子 可以經由木炭的製成 一方面可以改良土質 然後另外一方面 又可以提煉竹廚域 來做為就是 併存來防禦 協助我們在前山地區的農業 來走向一個 綠色 就是綠色友善農業的工作的話 那我們就覺得 這樣就是 一個很好的 循環農業的一個方式 而且去吃很自然的 天然的動作 如果我們試驗的那個模式 成效不錯的話 我們想以後可以擴大 甚至就是開始探 有沒有可能計劃性的 在對美能山去刺濡 可以計劃性 各個蘇聯所砍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